但是呢,结婚移居的朋友呢 以上这些呢,他们都做不到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Nstreet的频道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讲关于移居啦 那么呢,以前呢,我很喜欢外国的,你懂吗? 大家都懂啦 然后呢,我去这个纽西兰的时候呢 我真是非常喜欢他们的生活 然后呢,我的朋友呢 大多数呢,他们就会告诉我 哎呀,你在那边找一个本地人 嫁了他啦,永远没可以在那边生活咯 哇,很美好嘞这个画面,对不对?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嘛 那,今天呢,我就要引用我这些朋友的话呢 来做这个影片 到底呢,透过结婚移居呢 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美好?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样东西叫做投资移民呢? 那,投资移民呢,是比较高端一点的移民方式啦 其实很多国家都开放这个方法给你移居的 什么叫投资移民就是富有的人,有条件的人呢 他们打这笔钱呢,来到你的国家呢 做投资啊,买房子啊,做生意啊 来换取呢,他们更好更好的生活 因为很多人呢,都会误认为呢 用结婚去移居的这个方法呢 是跟这个投资移民的生活条件呢 一模一样的 到底他们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你讲一讲 投资移民和这个透过结婚移居的移民方法 两个的分别在哪里? 然后如果是你,你会用什么方法去移民呢? 来,我们就马上开始讲啦! OK,那么第一个分别呢,我可以讲呢 就是落地生根的这个问题啦 首先呢,先讲这个结婚移居的朋友呢 其实他们的付出呢,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大的 他们需要呢,融入这个国家 想办法去扎根在这个国家哦 然后呢,他们的生养死账呢 也有可能呢,会是在这个国家的 这个的risk是有什么呢? 就是呢,他不喜欢这个地方的话 他也没有的好U-turn啦 除非他的另一半呢,愿意跟他回去他的国家罢了 那么讲到这个融入文化的程度是到哪里呢? 就是他们要把他们自己呢 完全变成一个当地人这样子 完全的融入 然后呢,要抛弃他们所有以前的这个固有的思想哦 不可以再想说,哎呀,以前我怎样怎样怎样 现在我怎样怎样怎样 要不然呢,只会痛苦一生而已 这样打个比方说呢 他们需要呢,去接受呢,这边的思想的不同啦 哦,生活都不同啦,文化冲击啦 语言的不同啦 就比如说,学马来文啦 打个比方说你学马来文 你没有可能像旅客这样子,只是学那几句话 Salamatatang, terimakase, seachinta batamu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的 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扎根的话呢 你必须要学会呢,马来文这个东西 就是至少你可以去沟通 没有人叫你写essay啦,到那个程度啦 他们呢,是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呢 要一辈子待在这个国家的 不是讲可以回国就可以回国的这个心理准备 是不是这个付出是非常的大呢 但是呢,投资移民哦,不同哦 投资移民是,我随时撤资我就可以撤资 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要走我就可以走 so that,他们不会这样执着于说 啊,我一定要待在这个国家,直到我死为止 我藏也要藏在这边,不会的 而且他们也不会对他们所移居的国家呢 有深有那些什么情义节啊,爱国啊 这种这样子的情操的,根本是不需要 也不需要说非常融入马来西亚的文化啦 就算你不会马来文,也不用紧 你能懂你的基本英文就好了 因为他们基本上混的圈子也是会混回 投资移民的那般外国人而已 那第二个分别呢,就是呢,关于钱的问题啦 那么投资移民呢,其实他们根本呢 就不需要担心钱这个问题的 他们还可以随时调动那个基金跟那个现金流 你懂吗? 可是呢,透过结婚移居的朋友呢 通常呢,他们都是跟这个平民百姓结婚的 所以呢,他们呢,都还是要呢 过着省次节用的生活啦 甚至还需要出去打工的 因为呢,他们需要完全按照平民百姓的生活来过 是不是很残酷,各位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那投资移民的本质就是我带着一笔钱过来生活的嘛 我就是要享受这个国家的优质的生活条件啊 然后也是吃好住好啊 可以讲是住在上流的社会,各位 所以呢,真的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到钱这个问题的 可是呢,透过结婚移居的朋友呢 也不会体恤到本地人的这个酸甜苦辣 比方说投资移民的人呢,都是会送他们的孩子呢 去国际学校的 因为他们有经济条件嘛 所以呢,他们混的人呢,也是不同国际的人 父母都是肺负责乖那种啦 如果是一般平民百姓呢 是真的是很难呢,去参他们的圈子的,各位 所以呢,这个也导致到呢 他们呢,是没有办法去体会本地人的辛苦啦 那,丁多呢,只可以讲呢,他们就是偶尔呢 去个妈妈呢,吃一下饭这样子 可是他们真的是可不可以去体会到那些妈妈里面 阿姨做的工作是有多辛苦 他会不会真的知道我们打公主,每天塞车的那种烦恼呢 但是呢,如果是结婚移居的朋友呢,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也是跟着拼命百姓嘛 所以呢,你送你孩子就读的学校都是政府学校咯 所以啊,那种孩子的生活压力啊,读书压力啊 你自己的个人压力啊,经济压力呢 绝对不会小过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国家生活的各位 然后呢,你也需要像本地人一样的去打工啊 你要塞车啦,甚至呢,同事之间的那种conflict啦 在这个国家赚钱真的很难,很辛苦 你也体验到本地人的这个辛苦啊,工资低啊 这种这样子的种种问题 所以呢,结婚移居的朋友呢,会更加了解本地人的这个辛酸啊,快乐啦 第四个,就是待遇的分别了 那么呢,投资移民的待遇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个人的名义呢,去做生意啦 开自己的私人的银行号码啦 然后接车款啊,房款啊之类的 就是house loan啊,car loan啊这样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结婚移居的朋友呢,以上这些呢,他们都做不到 他们很难做生意啊,很难开back account啊 也很难接到car loan的house loan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都很依赖他们伴侣呢 接触他们的名字呢,帮他们买车啦,买屋子啦 然后开设这个银行账号啦 甚至是做生意的各位 打个比方说,像是马来西亚的long term social receipt pass 这样子啦,spouse visa这样 持有spouse visa的人呢,其实他们呢,都是不可以做生意的 他们也很难拿到这个车款的 因为银行通常不会批那个loan给他们的 总而言之呢,你就是非常依赖伴侣的啦 所以你伴侣一旦去世的话呢,你是真的是需要面临回国的这个情况 那么听完了我以上所讲的这些point呢 你们还有没有呢,想要透过结婚移居这个方法来移民叻 相信有很多人呢,对移居呢,都是充满了幻想啦 新鲜感啦,觉得它很美好的 我是是很碎,把你们的梦想呢,全部幻灭掉 像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用什么方法移民的话 我当然是用最高端的方法啦,就是投资移民啦 那么如果是你呢,你又会用什么方法呢,移民过来叻 你呢,可以在这个下面comment让我知道的各位 我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啦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like,share,comment啦 然后订阅,andstreet,打开个币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byeby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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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和 United